好耶,又到復活節了 復活節最開心的是什麼?吃復活蛋? 不止了,是放假,有幾天假期 假期最好就是去旅行 如果你說可以去法國吃甜品就好了 但如果你復活節要留在香港走不開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自己整個法國甜品 吃了當去了 復活節究竟要吃什麼?吃雞肚子當然不是 吃復活蛋 但我今天要教大家做這個復活蛋 就不是朱古力的蛋 是焦糖法式復活蛋 今天我要介紹這個甜品就是 焦糖法式復活蛋 材料有雞蛋、瓦尼紙、忌廉和砂糖 首先,我就找到一個這樣的工具 在一般的焗蛋糕的店舖也有一些 只要把它蓋在蛋上 然後勾它幾下 你就可以把蛋倒出來 那我的蛋殼全部要留下 小提示 最好的蛋殼打完出來之後 就用水沖一沖 否則上面有些剩下的蛋白 入爐焗的時候 它就會焦掉不漂亮 蛋白和蛋黃分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砂糖放進蛋黃裡 然後拌勻 但記住拌這個過程 就不要發到它太多泡 和起泡泡在裡面 因為如果太多空氣 在蛋黃裡面 最後焗出來的時候 蛋就會不漂亮 要輕手 然後盡量不要離開它 在這裡打八指 好了,接下來我們就要預備 雲呢拿紙 雲呢拿紙 然後呢 將這個忌廉倒進鍋裡 我們用一個小火 煮熱一點的忌廉 我們將剛才刮出來的 雲呢拿紙 倒進忌廉裡面 我們將這些雲呢拿的殼 都不要浪費油 我們可以倒進去 一起出味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輕輕地攪拌一下它 煮完這些忌廉之後 把它攤一攤冷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進蛋裡 倒均勻了之後 我們將液體放進涼杯裡面 然後就可以小心倒進蛋殼裡面 倒完之後 在預熱155度的焗爐裡面 隔水焗大約40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伏活蛋焗完之後 我們就攤冷它 然後再放在雪櫃裡 冷藏起碼一個小時 它現在已經冷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最好玩的一個部分 就是灑點糖上去 然後用火槍燒它 這個糖 千萬不要太厚 因為如果太厚的話 它就會 表面焦了 但是其他的糖都還沒用 燒的時候 記得給點心機慢慢火燒 因為當你燒到它 金黃色的時候 離了火 它就會慢慢再轉成深色 變成焦糖黃色 如果你現在一次過 已經燒到它很漂亮的 深啡色的焦糖色 可能離了火之後 它就會變成焦了的顏色 那就前功盡廢了 然後呢 就是幫我們的復活蛋畫公仔 這一步真是最好玩的 你喜歡畫些什麼都可以的 好 焦糖法式復活蛋就完成了 我朋友經常問我廚房 應該買些什麼呢 我無論如何都會說 要買個焗爐 因為平時在家裡吃家常麵飯 你可以焗飯 焗意粉 大事大節 焗蛋糕 燒雞翼 好 所以 我真的想不到理由 為何不放焗爐在家裡